加密货币近年来越来越受欢迎 其中以比特币的市场占有率最高 比特币今年的价格更是连创新高 专家认为这同需求上升以及投机有关 但是虚拟货币仍然存在高风险 今天的网上热报带你了解 最佳比特币交易商从2014年 推出比特币贩卖机以来 交易量翻倍增长 用户只要一机在手 开设比特币电子钱包 然后扫描里头的个人QR码 再存入现金 贩卖机就把比特币过胀到用户的电子钱包里 经营贩卖机的交易商指出 目前在市面上流动的比特币多达1600万个 上限为2100万个 他们有些是拿来买了再上网买东西 或者他们是觉得说这个科技有这个潜质 可以拿来保存或者是投资 有一些是拿来做外汇 就是买了之后会去别的国家转成现金 现在我觉得这几年来 比较多新加坡人就是开始买卖比特币 有一些是觉得说 其实这挺好的投资 获取比特币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挖矿 用户必须衔接到比特币网络 然后根据运行特定算法获得比特币 第二种是交易平台 比如利用贩卖机 物联网或手机应用程序 购得或转卖 第三种是同持有比特币的人兑换 学者表示 比特币不是法定货币 不被任何中央银行控制 也无需经过第三方金融机构发行 所以被一些人视为替代货币 市场上有一千多种加密货币 例如以太币 莱特币和瑞波币等 市值约两千亿美元 其中比特币占六成约一千两百亿美元 比特币售价屡创新高 一个比特币的价格 最近一度突破七千六百多美元 相等于一万多新元 从年头至今 涨幅超过六倍 专家指出 由于波动幅度大 作为投资工具 比特币属于高风险产品 此外 电子钱包被黑客入侵的风险也高 金融管理局目前没有计划监管加密货币如比特币 但会密切留意可能出现的洗黑钱行为或其他潜在风险 专家则提醒投资者必须了解比特币的运作 才现场购买 新闯门新闻记者 聂国卫报道